法国航空简称法航 他们曾经在2015年因为大规模裁员码 就引发了几百名的员工举行示威抗议 三年之后相似的情景再度上演了 上百名法航员工抗议公司在去年获得将近15亿欧元的盈利之后 高层获得7%的加薪 但是一般员工的加薪幅度只有1%而已 所以将近三成的法航员工昨天就指导巴黎的戴高乐机场示威游行 希望他们的诉求能够被听见 上百名法航员工聚集在法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示威抗议 除了高举起子和吹哨指之外 部分示威者更是手举烟火 一些飞机师则在制服上贴着罢工的字眼表示支持 示威者表示他们不满高层和员工加薪的数额有太大的差距 这一次罢工的员工要求 法航应该要从1%的加薪幅度调高到6% 在机场外的示威者多次尝试要闯入客运大楼 与防暴警察引发冲突 而部分成功闯进的示威者则高喊口号 游行到法航总部外高喊诉求 受到罢工潮影响 星期四多趟长途及中短程航班被迫取消 导致上千名滞留在机场的游客哀怨声不断 法航事后表示他们承诺会安排增加航班 并让受影响的游客免费更换机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